FOMOZA STACY 我覺得我們FOMOZA STACY真的是在舞蹈方面 就是跟其他對比起來 我自己很有信心是比較厲害的 讓我覺得 好累喔 可是又覺得不行我一定要練好 我不想要當大家的脫油瓶 我們夢想家那個FOMOZA STACY女孩們 他們對於籃球賽事的熱愛 他們也非常喜歡跳舞又愛看籃球賽 我覺得這樣子的結合起來真的非常棒 今天其實就是要上場前就是又興奮又緊張 因為大家其實練了好長一段時間 然後終於要表演了 然後就是有一種母雞帶小雞的心情 我覺得就是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很順利 然後很安全不要受傷 然後都不要忘記動作 然後不要走錯隊形的完成這一個舞 然後結束之後看完全部就覺得大家很棒 下來的時候真的有一點點想哭 就覺得哇好感動 我們終於完成了就是我跟大家的第一個表演 我覺得 就是 因為 還是要有進入的空間 我覺得大家就是真的已經盡力了 只是還是可能有一些地方 我覺得是還有稍嫌小小的不滿足 畢竟我們就是 我覺得我們FOMOZA STACY真的是在舞蹈方面 就是跟其他對比起來 我自己很有信心是比較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我要對他們嚴格一點 就是希望他們還可以再更好 其實一開始我蠻緊張 因為很久沒有跳舞 然後大家都很強 你也知道就是FOMOZA STACY他們的舞的那個 強度非常的強 然後就一直很 有壓力 你在有壓力的狀態下 你去練舞你又更緊張 然後一直跟不上大家的進步 就很緊張 然後就後來就是 必須得自己多花一點時間去把他們練好 然後更上這樣 今天才會有那麼漂亮的表演 最困難的地方 前面 所以我們前面在練舞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膝蓋的一些動作在地上 就是一些跪姿幹嘛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有出車過過 所以我那個腳膝蓋有點瘦涼 就練完隔天 然後就是我連下床我膝蓋都會痛 就是那一段我覺得印象蠻深刻 就是讓我覺得好累喔 可是又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變好 我想要就是當大的脫脫皮 身份上其實都有不一樣的一些轉換 就是從跳啦啦隊 然後隊長 然後成為團長 那你所身兼的責任也越來越多 除了你要把舞廢會 預言動作學會之外 你還要學會主持 學會講話 學會跟著音樂的節奏 再來就是你還要看得懂比賽 說得出比賽 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階段 我是因為這一次加入了夢想家之後 我才開始看直籃 看棒球賽事比較多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第一個就是節奏 大家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出來就是 棒球每一個選手的節奏 它可以打到兩好三壞 所以在應援上面它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樣的變化 在籃球上它的節奏就非常快 可能現在防守等一下又是進攻 它的節奏的切換非常快 再來我今天也是 因為今天是開幕戰的第一天 我應援下來也有發現最大的不同是 在棒球場上的時候 你要為球員加油的時候 進攻的時候 是喊越大聲越好 球員會覺得越有氣勢 會把球給扛出去 但是反而籃球呢 它是在防守的時候喊大聲一點 進攻的時候不要打擾球員 讓球員有辦法專心的投球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相反 我也發現這是一個 滿有趣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確實是會滿累 因為我們就是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賽事也往後延 那也緊接著銜接籃球賽事就直接開打 所以中間是完全沒有一個過度的休息期 就是直接無縫接軌 對 棒球賽事一打完直接進入到籃球的訓練期 那在這個前期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開會啊 前置會議 從歌曲的選定 然後跟團員們練舞 然後應援口號的編排等等的 都馬不停停的進行 這是一個身體跟身心靈都覺得自己沒有休息到 那我覺得最有趣的是我的 現在啦啦隊團員們非常的多 我現在被團員們的名字比被球員的名字還多 這兩隊加起來不得了 會不會有點錯亂 很害怕下次看到子子就說 林香今天怎麼樣 球員沒叫錯啦啦隊員叫錯這樣 那怎麼去適應那個切換啊 因為整個完全是不同的運動 對我覺得 確實你有時候一踏到籃球場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哇對我今天是要應援籃球耶 然後你就要把那個 在放球上有些不太一樣的感覺抹掉 比如說我們會在吶喊啊 或是在應援的時候 就是會很大聲很衝刺 但是籃球上面的節奏 有一些相反 有一些不一樣的節奏 你就要把它馬上的把它轉換回來 這也是我現在目前在 學習的地方 然後我也看到其實 女孩們呢 然後還有我們夢想家那個 粉末沙Stacy女孩們 她們對於籃球賽事的熱愛 她們也非常喜歡跳舞 又愛看籃球賽 我覺得這樣子的結合起來 真的非常的棒